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跟YULA一起佛興趣的做菜第四集 今天呢是在我的新家拍的第一集 所以呢我邀請到一個很厲害的人 來陪我一起做飯 那就是RU 讓我們歡迎RU 台南號是RU RU他平常是一位攝影師 但興趣平常就是喜歡做菜 所以我想說今天在我新家拍的第一集 就邀請他來陪我一起做菜 看看這個有沒有 就知道他不是省油的燈 平常就是有在做飯的人 沒有沒有 單身 我會在下面放一個Instagram 這有點錯綜點吧 今天是煮飯不是交友節目 這張臉這個身高 這個煮菜的技能 我這樣子有偶像包服我太尷尬了 不會不會不會 那今天因為RU是要來教我們做菜 說我是今天是妳的老師 對今天就我來秤飯了 好OK沒有問題 今天就教給我我來做 那我們今天要做什麼菜呢 我們今天看到做上這一盆排骨 就知道我們今天要做 酥炸排骨酥 上禮拜呢他已經先試做給我們吃過 真的太好吃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知道你怎麼做的 好 所以那我們就開始囉 好我就分享一些小技巧給大家 那我們就開始吧 我們今天主要食材是大排骨 兩樣小排骨也是可以 下個食材我覺得 我們很重要的就是 蔥跟薑 我們是待會兒要來醃這個肉要用到的東西 然後再來 我們待會兒 會需要 洗我們的排骨 然後跟 最後要裹粉 我們用到兩種粉 一種是玉米粉 然後一種是太白粉 用麵粉也可以啦 但是 我今天是選擇用這兩種粉 好 然後再來 做菜一定需要的我們的鹽巴 白胡椒 五香粉 再來是 大家可以選擇米酒或者是花雕酒 那我自己很喜歡使用花雕酒 大家可以用自己喜歡的料酒來醃製肉 那我們現在進入第一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就是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在買排骨的時候會有這種血水 那我們在炸的時候 排骨就會發黑 所以我們不想要這個血水 所以我們找一個 比較大一點的容器 然後我們把排骨 都丟進去 然後我們加上玉米粉 然後把它撒進去 這個步驟並不是在上粉 上漿或者是在上粉 這是只是為了要清洗 我們的血水 跟清洗我們的排骨 它只是一個幫助它可以洗得更乾淨 因為我之前我知道了 這只是穿燙過了 我不知道這種有玉米粉的東西 對我們今天炸排骨 不需要做穿燙 然後我們就是把它洗 洗乾淨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怎麼洗呢老師 我們接下來就加水 水 反正我們就把水加進去這個排骨裡面 然後就開始搓揉它 大家可以注意到就是這個水 有沒有慢慢的變成粉紅色 好神奇喔 我以前沒有看過這種洗法 對 這種東西也不是只有適用於這個食譜上 就是很多類似的相關的食譜 都可以用做這個步驟 這樣等到你覺得我們的排骨有洗乾淨之後 我們就把這個水倒掉 好老師 那我們剛剛洗好排骨以後 下一步是什麼 好 我們排骨洗乾淨之後 我們就先把它放旁邊 好 然後接下來我想教大家一個 我覺得很實用的小技巧 好 就是我們要炸一個叫 蔥薑酒水的東西 所謂蔥薑酒水就是 通有蔥白這一段叫蔥白 然後跟蔥綠 那今天我們蔥綠的地方我們就不用 蔥白的地方是含有最多水分的地方 那我們把蔥白裡面的汁炸出來 還有薑的汁炸出來 然後加上水跟一點點的酒 然後我們混出一個東西叫做蔥薑酒水 然後它在於醃漬肉類料理會給它增加一個非常多層次的風味 首先我們就是把蔥再切成小段一點點 然後我們都喜歡把它丟進一個碗裡面 然後接下來薑呢 我們把它切小塊 然後我們就把它也是丟到這個裡面去 接著我們就加上一點水 好 水水大概加醬 對 這個東西我覺得它沒有一個特定的比例 但是就是如果你喜歡蔥味多一點就加多一點 蔥一喜歡薑味多一點就加一點薑 但是主要我們是要取著它一個就是融合的味道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開始擠壓它 然後我們把蔥裡面有這種黏黏的黏液的東西 我們把它擠出來 然後薑也是一樣 就是要把它這個味道全部都把它擠出來 啊真的很專業耶 我平常都沒有這麼的專業 對 就是我覺得做菜就是如果你找到一些小技巧 然後你去使用它的話 你的菜的味道就會提升一個level這樣子 感覺今天光到這裡我就已經覺得 感慨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有沒有看到這個水已經有一點點 變得有點黏稠 這就是代表說 我們把蔥的汁液全部都擠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想要的味道 那薑我們也把它再壓一壓 我們希望薑味都可以出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就加上我們的酒 好 這個東西也是適量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蔥薑酒水已經完成了 那接下來我們就進入醃肉的環節 好 怎麼醃 所以首先我們拿到我們剛剛做的這個 紅薑酒水 好 我們一點一點的加 然後接下來就是用你的手 開始去按摩這些肉 就是一直按摩 然後你要按到那種你感覺好像 那個水已經快要沒有的感覺 那你會跟他們講話嗎 欸欸 你說要講故事給他們聽嗎 對 你可以講故事給這些肉體嗎 那等一下吃肉質會不會好 對對對 就希望拜託好吃一點 就希望你們要軟嫩對不對 等到你覺得抓到水分好像快沒有 水分好像有點收乾的時候 我們就再加一點進來 好 所以就是把這些全部加完就對了 看情況 看你的量是多少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加一點棉巴進來 好 我們就繼續抓 我今天本來想說是來當花瓶的 對 沒有還是要做一點事情 這畢竟是 不行我要來學 我今天是來學的 畢竟是你的節目嘛 然後就是按摩 然後按到這個肉 你覺得好像它那個水分都有吃進去的感覺 的時候就可以 那我們這個時候加一點點胡椒好了 好 我們到這個部分之後 你覺得水分都已經收進去 每一塊肉都有這種比較飽滿的感覺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著 我們大概放個20到30分鐘左右 好 那我們就讓它休息一下 好 好老師 那我們已經20分鐘過後了 現在要幹嘛呢 我們就準備來上粉 好 上粉之後我們可以準備開始來炸 我們準備了兩種粉對不對 我們準備了玉米跟太白粉 對 那我們現在就把它夾在一起 夾在一起之後呢 就把它均勻的 混合之後 這個是我剛剛想到的 我覺得加一點點的胡椒粉進去這個粉裡面 就是很隨性 即興發揮 對 我們把它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放進我們的這個 排骨裡面 對 我們一點一點的放 反正我們就是要確認每一塊肉都有均勻的裹到這個粉 好 所以我們就是一樣用手 下去 感受嗎 感受它 我們要感受它 我覺得做菜就是你要去感受食材 不能說我很害怕手髒什麼 這就是 我覺得 就是要不怕手髒 對 絕對不能怕手髒 就是要把手放下去 所以每一塊肉都有裹到 那這樣要捏到什麼程度才算很好的 對 就是我們如果可以感覺到每一塊都有均勻的裹到粉 我們就OK了 那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準備炸了嗎 對 我們現在進入炸的環節 好喔 GO 好那老師我們剛剛已經幫排骨按完膜 對 那接下來要幹嘛 接下來就準備來炸 我覺得炸的東西就是要控制這個油溫 我們要知道這個油溫在哪裡 所以我們今天會炸兩次 第一次是我們要讓它定型 然後先讓它熟 那第二次之後我們會把油溫提高 提到很燙的油溫 然後我們再把它放下去第二次復炸 然後第二次復炸之後 它的外皮就會變得酥脆 這就是為什麼鹽酥雞他們都已經先炸好了 對他們其實外面炸鹽酥雞就是 他們已經炸到一半 大概七分熟之類的 然後就放著 然後等到客人來的時候 他們只要用很高的油溫 然後快速炸過一遍 就可以給客人吃了 原來這就是小技巧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以為就是 只要一次大火給它炸下去就好 沒有沒有 每一個做菜的東西都有不一樣的做法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這個油溫 也可以看油溫到底夠燙了沒有的做法 就是我們把筷子放進去裡面 有沒有看到旁邊有一些小氣泡起來了 有 就代表說這個油溫其實已經有生起來了 好 那我們就可以準備來炸 但是在炸之前因為我們還是不確定 所以我們可以先放一塊下去 好 先嘗試看看 然後我們先下去看看 那我覺得這個油溫是可以 甚至有一點點太高 可是沒關係因為我們這個肉放下去啊 它會把油溫降低 所以我們就把它都下下去 這個聲音好厲害喔 那我們看到這麼多泡泡對不對 對 其實這個泡泡就是代表說 我們現在這個水分在散失 你炸東西就是要讓它那個水分散失 所以它就會脆 它就會很香 它的原理是這樣 那我們要炸到它怎麼樣 我們先炸到大概七分熟 我們大概炸到一個金黃色就可以了 那你需要一直翻它嗎 剛放下去的時候不要 我們剛放下去的時候先讓它定型 然後定型到一定之後 我們就不要讓它黏在一起 我們就可以稍微翻動它一下 那我們就是大概炸八分鐘左右 就是把它炸到大概七分熟 大家看到肉已經有點變色 已經變色了對不對 這個大概是已經六七分熟了 那我們就先把它撈起來 好我們這邊先把肉拿起來之後 它還會繼續慢慢的變熟 因為它溫度還是有 所以它等一下顏色會再慢慢變深一點點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把它火開到最大 然後我們就把油溫升高 那我們要放在那裡等多久 這個時候我們就來看 待會等到這個油慢慢的有一點點冒煙的時候 我們就待會它油溫到了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肉再下回去 準備第二次複雜 好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這個油面這邊已經有點冒煙 它油溫已經升上去了 嗯哼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肉掉在複雜 然後它掉下去馬上就會 會 會很大的那個泡泡起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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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囉 但這邊是不是要一直翻 翻角 其實不用 只是剛剛它有點小小黏住 其實在家裡應該是先把它 稍微弄閃一點都把它繼續倒下去 那這邊大概炸兩到三分鐘就可以了 大家看到顏色已經變了嗎 有 對 就是我們就知道這個顏色 金黃酥寸 這個顏色真的變得很漂亮 對 就是炸出來的顏色就是一定要這樣 那我們再大概30秒左右 我覺得就可以起來了 如果大家在家裡啊 不想要這麼多油的話 可以用半煎炸的方式 那就是油量少一點 然後一次肉不要下那麼多 就是一點一點慢慢炸 然後再一次把它拿起來 那一樣油溫一樣可以做 就是先讓它炸到七分熟 然後最後再升到很高之後 然後再下去再煎 它就會一樣會有一樣的效果 好 那我們這邊可以關火 來準備起鍋 我們很漂亮的排骨酥就 炸好了 Yeah 我們完成了 太棒了 我等好久喔 真的是 歷心千辛萬苦我們終於把它這個排骨炸出來 對 這顏色看起來真的很美 很像外面就是買得到的 我跟你講一定是比外面還好吃 我相信 相信我自己家裡自己做的東西 一定都比外面好 又健康 沒錯 那剛剛我們擺盤前你做了什麼 當我們炸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再加一點鹽巴 再加一點白胡椒 或者是五香粉 或者是自己喜歡的香料 然後就是可以有自己的風味 對 那如果像這種排骨 你也可以把它裹一層糖素醬啊 或什麼之類就變成糖素排骨 其實原理都是一樣的 喔 真的 所以你也可以 對 就是你後面的醬料 你都可以再把它裹上去 就變成一個不一樣的菜 對 大家都可以在家裡自己試試看 好 那我等不及要試試了 我可以試試了嗎 老師 來 我們試試看 我看有骨頭的 有骨頭的是最香的 我覺得可以 會吧 很酥脆的 咬下去 聲音超脆的 現在是不是要來一杯啤酒 這個東西就是非常適合配啤酒 我已經順便開胃了 而且你看 直接撕起來 骨頭就直接出來了 好 那今天就謝謝路人 參加我的頻道 沒問題 我覺得你真的一定要每一集都來了 你就要變成你們的固定嘉賓 固定嘉賓嗎 對 你就要來當我的固定嘉賓 然後我就是在這裡當比較漂亮的花啦瓶就好 OK啊 OK啊 我覺得有人可以幫我 或陪我在煮飯的時候可以跟我聊天 可以聊天嗎 我也很開心 好 我這個可以 我可以 好 那喜歡我這系列的朋友 就記得幫我訂閱加分享喔 那我們就下集影片見囉 掰掰